好,就這邊我們就翻到這個彼得後書一章12節到21節 那前面第一段3到11節彼得他說他是用正當基督徒的生活 是神聖的共輩來做這個預防備道的事 但是他在第二段12到21節這裡他是用神聖的真理來做這個啟示 然後做第二種抗福祭 那這個也是說我們看見說照會裡面不只需要神聖的真命 更需要神聖的真理 接著這兩面的啟示叫我們活在照會生活裡面 真的是有一個感覺就是說我要能夠被恢復起來 能夠被提醒也能夠被激發 我裡面正當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保羅這裡這個彼得這裡講到說我要常常提醒你們 甚至他說以提醒激發你們是正當的 那當然他後面講到說他也是什麼 他說他乃是做神威榮的親眼的見證人 好那我們就來看16節柱的這個柱景 16節柱 好我們看一下他這裡講到說 這裡特別講到說這個親眼的見證人乃是說到 他說得進入眼前榮耀的景象 這詞是用一詞完全引進奧秘禮 所以這裡彼得他跟這個雅各跟約翰 他這裡特別一個詞講得非常好就是 得許可 極其完全的進入其中觀看他的微柔 朋友姊妹 你有沒有得著許可 你讀了聖經讀這麼久 你有沒有感覺到說摸著我是得許可的 來到神的面前 而且我們有沒有看到神的微柔 沒有 好像沒有 但聖經的話確定的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看到神的微柔 阿咩 剛才迪歐講說陳龍方的頭髮是白的 對不對 我們這個主呢 像什麼 哇 兩個眼睛 像什麼 像火焰一樣 像火焰一樣 然後整個頭髮白白得如雪 對不對 所以就講到說 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既然看過聖經的話 得著聖經的應許 我們都是什麼 得許可 進入其中 所以呢 這裡呢 後面他講他說 他彼得認為 主的變化形象乃是 他再來的預像 所以呢 他說主在榮耀裡 變化形象是個事實 彼得他說他存在其中 表示啊彼得存在其中那時候呢 他是 他對這個感覺是什麼 是客觀的 他是客觀的 但是呢 當啊 主呢在向他 來說話的時候 就變成主觀的 所以啊 你看 他從啊 看見到聽見 這件事情呢 從啊 客觀變成主觀的時候 他啊 就怎樣 完全被這個意象所抓住 所以就準備 我們是不是啊 也能夠被這個意象所抓住的時候 我就啊 得應許 在神的話裡呢 得著這樣的情形 得著這樣的意象的時候 我就完全啊 被神的話所吸引 我就啊 從此不再離開神的話 不再啊 被其他的話所摸著 乃是啊 完全被神的話呢 得著的時候 我跟你說 主啊我跟你呢 不是客觀的 乃是主觀的 所以呢 他後面講他說啊 他說主在榮耀裡再來呢 也要成為事實 和他變化形象一樣 真實 而且呢 彼得 也在其中 那時候我們 我們在不在其中啊 感謝主 那時候啊 你也在其中的時候 你就是有福的 所以呢 他說到這裡講 他說啊 使徒呢 不是向信徒陳述 這個乖巧捏造的虛構 無稽之事 乃是呢 向他責名 這個使徒乃是啊 做他親眼的見證人 所以呢 我們都是啊 主親眼的見證人 既然是主親眼的見證人呢 照會有什麼帶領 我們需要跟隨 照會說家要打胎 我們是不是主親眼的見證人啊 對 我們啊 就能夠啊 接待聖徒 這個聖徒呢 不是在我們家啊 只是看到啊 這個啊 零零碎碎的 乃是看到什麼 主親眼的見證人 所以呢 今天啊 我們不只啊 只是一個信徒而已 我們都可以像彼得 這個使徒一樣 把我們的家打胎呢 然後啊 親眼讓人看見了 我們家就是一個 主榮耀的彰顯 對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第二章這裡呢 特別講到說啊 第一節祝一呢 到一節 當然一節祝一 祝二祝三喔 到祝四呢 這些啊 都非常有關聯 那特別呢 他這裡講到說啊 偷著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偷呢 還有一個 一個是偷著進來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買 買 連買他們的族啊 也不承認 自取啊 數數的毀壞 這裡呢 偷呢 我們稍微讀一下 這一段好不好 一節祝二 我偷運進來 子義同行引進 子義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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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義陪伍 是因著 才會遇備 好接受的 這裡子祝家教師 誰得真實的教訓 同行引進 他們虛假的教訓 用什麼來的說啊 我們在照會聚會的時候 會不會碰到一些啊 你有沒有什麼樣 所說的話呢 雖然呢 他是把聖經拿著 但是呢 他說的卻是怎麼樣 卻是他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看法 那所以這些呢 就產生了 照會的分裂 所以呢 我們需要看見說 他說這裡講到說 引進了一個新的題目 或者呢 聽者還會預備好接受的 所以呢 你看我們啊 全年間在追求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去追求 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 爬門走道的書啊 不會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為什麼要專專的 看見啊 尼諾森利兄 他們所寫出來的書 好好的去追求 從裡面啊 再更深的深入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乃是啊 看見說啊 有些東西啊 會偷著進來 所以啊 當時我們的尼諾森利兄 真的是非常厲害 他把一些書啊 所有的書 這個公會的 所有的牧師所寫的書 買進來的時候 他怎麼樣 一本一本的看 有些啊 只只有一句話 是值得參考的 就把它收進來 有些是 一段可以收進來的 就參考 其他的呢 都怎麼樣 都是會話 所以呢 就講到說話 我們今天也是需要看見說 如果呢 我去參考別的書的時候 我是不是能夠像 尼諾森利兄 和李利兄這樣 有非常好的見譜力 如果我們有這樣見譜力的話 你想呢 我們看了別的書的時候 我們就啊 會讓這些東西啊 就怎麼樣 偷著進來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在會 在召會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偷著進來這些東西啊 就怎麼樣 分享給弟兄姊妹們 以次啊 弟兄姊妹們啊 就得著其他的思想 所以啊 就這個啊 也會產生召會的分裂 所以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一節注釋 這裡講到說啊 這裡是一個 當然主演 這個買他們主呢 也不承認呢 他這裡講到 特別講到說 這個啊 這個啊 韓世主的身為和他救贖的工作 所以彼得時代呢 他說啊 這個假教師啊 跟今天配到的這個摩登派 是一樣的 他是不承認呢 主為主人的身份 並呢 主借著以買回幸福的救贖 所以啊 我們都知道說啊 主呢 他是用他的保血 神命呢 來買我們 那今天呢 我們被買的目的呢 就是啊 為了來侍奉神 所以呢 如果今天啊 我們啊 還去侍奉別神的話 那表示說啊 我們不認識 主呢 買我們的目的 對 所以我們需要重新啊 再思考 主啊 到底呢 你買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願意啊 是不是啊 能夠在罩位裡面 能夠試供配搭 甚至啊 願意把架打開呢 都是啊 一定一種非常合理的試供 對 願主呢 真的是啊 把我們這個啊 看法呢 真的是完全的轉變 對 好使我們呢 能夠啊 在主的手裡呢 是非常有用的 後面呢 我們再稍微提一下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看一下這個二十一集 第三 第二章 後面這個二十一節 注意這裡 他說啊 講到這個義錄 義錄呢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好不好 義錄 叫什麼叫什麼 叫什麼叫什麼叫什麼